在观众心目中 李永健绝对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不仅演技在线 而且人品更是好的没话说 自出道以来鲜有负面新闻传出 李永健的长相非常有特点 尤其是那一双单凤眼 透着喜庆让人过目不忘 李永健曾在春晚表演小品装修 饰演一位天津大姐 那句经典的台词破了像了 至今让人想起来还忍俊不禁 近日一位19岁超模因为李永健活了 这位叫贾晨宇的超模亮相纽约时装周走秀 被网友发现其长相酷似李永健 网友把两人的照片披在一起比较 果然非常相似 尤其是眼睛神态几乎是一模一样 由网友称 这是李永健失散多年的女儿吗 就连李永健本人也点赞了相关微博 看来这是得到了本尊的认证了呀 纽约时装周 New York Passive 巴黎 米兰 伦敦时装周 并称全球四大时装周 每年举办两次 二月份举办当年秋冬时装周 九月份举办四年的春夏时装周 本次时装周吸引了很多国内明星前往 比如管晓彤 周比唱的 能够在时装周上走秀也成了超模实力的象征 而19岁的贾晨鱼能够在这种国际大场合登上踢台走秀 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贾晨鱼是一位长相秀气的姑娘 骨架子小 身材鲜瘦高挑 五官小巧精致 尤其那双单凤眼给人很有灵气的感觉 外国人对驾晨鱼评价很高 二十年吉兰 是一条 ��